最近有网友询问 苏27战斗机在进行眼镜蛇机动时 眼看它机身不断上扬 变成后偏 却为什么不会后攻翻 还能向前低头俯冲 此时飞机是受到怎样的作用力 而改变姿态的呢 另外机身树立时 飞机的高度始终没有明显变化 这又是为什么呢 眼镜蛇动作起源于60年代的 瑞典萨博35战斗机 那时萨博为了编写飞行大纲 需要摸清该机在深度失速时的改出方法 要求试飞员大营角慢飞 作死进入失速违旋 而后再听天由命地改出 其中有两个试飞员本特奥兰 和赛勒奥特伯恩 就这么练成了违旋改出的老油条 并且这两人形成了条件反射 一旦飞行速度过快 就会习惯性地猛拉杆 让机身竖起来 然后操纵赶回中 飞机会自动改平 以此来完成减速刹车 在1963年 这两个小伙 将此动作完的炉火纯青 被萨博称为短剧格挡 也就是眼镜蛇机动 将近30年后的1988年 苏霍伊的试飞员普加乔夫 驾驶苏27在1.5万米高度 试飞尾旋科目时 发动机在螺旋中停车 一直掉到了2000多米高度才改出 而后又在800米高度启动了发动机 此时普加乔夫拉杆过猛 飞机瞬间树立了起来 而后又保持高度自行改平 才爬高离去 普加乔夫经覆盘总结后 在第二年的巴黎航展上 故技重演 被不明真相的群众 称为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 该机动看似操作复杂 实则老少嫌疑人人可作 原因是苏27采用了 放宽纵向静稳定度设计 它的重心到整机焦点的距离很近 因此纵向的静稳定预度很低 必须依靠飞控来维持机身水平 但好处是焦点对重心的回正力矩较小 飞机比较灵活 因此该机以时速450公里左右平飞时 突然拉杆就会让机身绕着重心快速向后旋转 而重心只受到焦点处升力增量较小的低头力矩 因而阻尼不足 导致机身不断后仰 角度可达到110到120度 当机翼的弓角超过20度后 就会彻底失速 因此飞机抬头时 很快失去了绝大部分升力 只会爬高微小距离 接下来全靠发动机推力来克服重力 凑合着保持高度 由于飞机引脚急速增大 空速会立即降低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 此时所有舵面都完全失效 飞行员能做的 只是在机身接近树立时将操纵赶回中 这个动作导致水平尾翼 与来流夹角增大 受到向后的推力增加 使焦点处的升力增量提高 于是对重心形成了更大的低头力矩 让机身停止后仰 开始向前偏转改出 所以要在苏27上完成眼镜蛇动作 先要关闭飞控26度的引脚限制 然后在合适的平飞速度下快速拉杆 并将引擎增加到军用推力 当机身竖起时将操纵赶回中 此时飞机会保持住高度 自动低头改出 因此眼镜蛇机动是对飞机在超级线状态下 气动和发动机稳定特性的讨厌 但对飞行员来说 这个操作十分简单 所以很多涉及优良的飞机 都能有惊无险地完成该机动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会习惯性地 给这些飞行员贴上一个不怕死的标签 感谢观看 我 请不吝点赞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